大床房 如果是商床房191元 我再付70元 便一直到这个 我们就全栋酒店 最贵的 江景商床房 因为我考虑到268元 其实也算太贵了 我也说的 这些便宜 三宗对面32万 97年纽历 有些人民南路 下面81年 55平方米 16万 最后在哪里 而这边的辣 我们也要鱼蛋牛丸 就是中间那盘 各位观众大家好 现在下午1点19分 我们已经订了酒店 今晚就住这个 欺岸酒店 我不知道它会否都是同属 感光集团 其实我真的不太记得 以前很久之前 在潮州曾经住过一次 今次是第二次的 这里最便宜的商人房 只需要160元 但是今晚我们就决定升级成为这个光景房 这个要有点 也要有点 酒店式管理 我们是住6楼609 房间就在这里 609 开到了吧 咦 还没开到 开到了 哦 和大家 Room Tour 哇 光景 咦 厉害啊 是,先开冷气 哦,冷气是手动开的 有这样好,其实我们不太喜欢中央空调 有些中央空调 睡到我们有时都挺冷、挺吵的 至于整个房间贵多100元的地方 就在这里了,唱应该都是这样的 可以开到这样的 外边就是很漂亮的 西缸,如果这里可以放无人机出去飞也行 我们上次在前面吃海鲜 那些河鲜 我们会尝试一下今晚能否找到 有,那就最好 然后外边就是一望无际的西缸 货船走来走去 对面就是高腰 然后这边看过去 就是上次我们经过的月光楼 另外在这个露台 旁边就有这张椅 这张椅你就可以摊透在这里玩手机 超棒 现在只不过给我们摆满行李 这个就是商床房 我们每一次可以的话都会订商床房的 再来 房间确实真的没有我们以前住过的房间那么大 但是你说够不够用 就肯定够的 而且这个梳妆桌子很强 有些什么呢?让我给大家慢慢看看 第一它是很新的 这里呢 还有一块镜子 这里有个化妆盒 一打开 车里面什么都没有 然后这里有一点按 这里按出来 是一个电源 还有一张很别致的桌子 它们这里的装修是比较有特色的 还有这个这么漂亮的西缸缸景 拉上窗帘 很棒 这个现在先关一下 太热了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 没有雪柜 我在订的时候已经知道了 究竟是否真的没有呢? 又来开一下鼓 是的 是真的没有的 不过有个好处是 因为它是酒店 所以这些一次性拖鞋也是有的 还有这些新派酒店不同 它没有衣柜的 但是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让你挂着外套和衣服 是否很新派的 再来就是洗手间 马桶这部分不多说了 然后镜子 大家看看这里是有灯的 我们通常住的酒店 都是躲在镜子上有灯 它是全部都有的 这里就是淋浴间 让我看看 这里的洗凉液是三款的 它们的酒店主打是一种香氛 即是很香的那种感觉 这个淋浴间 再来就是这些该有的 还有它上面很有趣的 它会写着恒感 恒感是什么意思 恒福感 这是剃素套装 很多时候我们去到的酒店 是没有剃素套装的 又或者这个是 这个我估计应该是 玉帽 这个玉帽 牙膏牙策一应居全 然后我今晚就用了这个价钱 去订房间 你说价钱也还可以 价钱有没有再便宜一点 是有的 就是这个 稀岸酒店 绍兴七星岩景区牌坊店 这里很近牌坊吗 又是很近牌坊吗 不知道 例如像这个 这个是 稀岸雅置房 应该是大床房 即是$256 它是不包自助早餐的 这个 双床房 有两份早餐的 两人入住大床房 更正 是$190元 即是差了 $190元又早餐 差了$30元 大床房 如果双床房 $191元 我给多$70元 就一直来到这个 我们就 全栋酒店 是最贵的 江景双床房 因为我考虑到$268元 其实也不算太贵 是 给多$70元 都可以接受到这么漂亮的风景 你看着它 然后看日落 几浪漫的一件事情 还有这么漂亮的房间 但是 我觉得有一个小小问题 其实也不算问题 别人的酒店是这样的风格 就没有那么商务 没有那么商务 就是可能那些桌子 没有那么阔 没有那么大张的灯 没有那么商务 好像感觉上奇奇怪怪 但是主打就是一个 浪漫 这些就是我们刚才买的食物 因为没有冰箱 没有办法 有梨 又有 爽梨 栗子 栗子就不适合了 有个水埗 有个桂花红茶 还有一个很优雅的茶杯 你就可以坐在这张 这张这么漂亮的梳化上 探着桂花红茶 挺好的 还有两支免费的抗泉水 在这个时候我吃了爽梨 试试味道 看看这个我刚刚买的爽梨 爽不爽 甜不甜 甜 很甜 一点也不酸 而且还要看着这么漂亮的光景 当然是 让船人都听到 下面这条路叫江崩路 因为我们这条第8 江崩4路 是邵兴的一条很漂亮的路 因为近江边 之前我第一次来邵兴的时候 都是駕车 去中华茶楼那次 都走过这里 在下边走 我还没有駕车过来 这辆车停在中华茶楼楼上 然后走过去市场 走到宋代城楼那边走得傻子 不过有个好处就是 在这里走到宋代城楼那边 非常之近 现在点半钟 我们先休息一休息 休息到大约3点 4点钟左右 我们便会出去 逛逛城楼 逛逛其楼街 然后吃晚饭 休息一休息 好 现在终于到下午4点半 先头我们打算打开 上去古城墙那边走一走 但我们停好车之后 发现热度非常 都是只能作霸 都是喝喝食性適合我们 我们现在去喝下午茶 喝下午茶吃煎饺 少庆这里都有很多 这样的骑楼 是的 它是近期重新翻新过 但原貌都保持到不少 原先那些骑楼 不是说你想做一个新的 就是新的 一定是原貌翻新过 我们继续往前走 在这个南方购物中心 应该是前边的绿色衣服 在那边 有很多酷 即是拍电影、拍电视剧 都很喜欢找这些骑楼来拍摄 我看社交媒体知道 原来现在都有一对酷 近期 不敢说别人 现在还在拍摄 在这里拍摄 男主角叫做韵姓 不知大家熟不熟 是的 他是广东人 他广东话很熟 他说全部都是这些骑楼街 用来拍电影就最好 就好像我们回到光门 33区 简单封一封路 又或者是早上 不要那么多人的时候 就可以了 上面就是骑楼的顶 都翻新过 难道你新做的 他做到好像准备塌下来那种 又不可以的 又或者对面这些 那些渠 都是瓦片这种渠 不过我觉得 用来装饰的用途居多 另外 不得不提的就是 这里 我现在站在这里 是很近邵庆市政府 哇 那些样子很寒酸 都说明 没有那么铺张 这里 没错 吃煎饺 五六七八十元 要煎饺 还有要 西米豆沙种 红豆咸种 果精种 不吃肉 吃煎饺 吃煎饺 煎饺 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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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买了一份煎饺 最大份的 十元 而且还有一张这样的票 我们去拿煎饺 这里还有那么多 果精种钓鱼在这里 一定不好吃 只不过我们 胃容量有限 里面的美女就在这里煎饺 我们坐在这里等 好 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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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食物到了 想着 简单吃个下午餐 想不到竟然这么大份 这种餐厅很特别 在里面是这种 上面有风扇很大 桌子是新的 桌子应该还是用旧那种 外面就是斜楼街 应该是改造之前 它里面都是这种 贴着瓷砖的小食店 外面要改造 当然要一起跟着做 然后这里继续经营 由于是这种小食店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时间来 又不是最佳食用时间 它确实是煎了 放了一段时间 早知就 选择好些时间来 它不是番茄 始终是小城市 它不像是广州 龙津路市场 那么虚陷 去货去得快 它是放在煎厅上面 现在四点半而已 可以吃完咸咸茶 等于你还可能去吃个糖水 今晚才再吃大餐 我们又简单吃过 然后现在我们去吃糖水 不走城墙 吃糖水 这里附近很多古旧建筑物的古旧城墙 又或者一些旧的基督教堂 又或者伊斯兰教的礼拜堂 都有很多 那些跟饮食相关不多 我们不看 加之太热了 面前这些 就是未经过改造的騎楼 以前就是这样 我们看了资料 刚才有一幅墙 确实是民国时 包括这些楼梯 多古旧 以前的礼堂 就是这样的 现在当然有这么大 可以这么大 还有一个西江琴行 大家看看前面 这一栋楼 黄色的 外墙 那些阳台 那些花窗 挺古旧 如果先头我们住那里 车来车往 这里就够了安静了 我好像也来过一次 当时是走路过来的 我都说的 这些便宜 三中对面32万 97年纽历 有些 你看人民南路 下一年 又有55平方米 16万 最后在哪里? 複式200平方 200平方 138万 天南广场 好像不是这附近 14万 即5000元的平方米 都不道 我这个最划算了 1986年纽历 已经装修好了 77平方米 19万 即是多少钱? 3000 3000元 3000元 至于租大多数都是 低至400 高至800 我看到 靠租真是吵架 大家看看有多少牌子 你们认得的 万宝 折街 我真的不认得 三角 我都认得 应该是在少庆这里的 经销商吧 又或者 德性体育上的羊台 騎楼上的羊台 这些不算是騎楼 但是很古旧 很厉害 很厉害 再来这间屋又够古旧 好像那些花圆 有文国风 但应该是用来做一个中医疗锁 又或者不单只在广州都见得到的 堂木楼屋 还有左边这里见到一块牌子 已经是列为一个有价值的建筑物 按钉都不行了 有人住的 如果先头我们经过那里 都是叫翻身改造过 这里就完全被翻身改造过 例如像这个堂木楼屋 外面还有一个小门 这里又有一个 在广东省内 除了广州以外 佛山都不是经常见得到 来到少庆都有 少庆保留到 越走越远 这里又有些大排档 叫做旺角虾肉 应该是宵夜档 未到我们要吃糖水的地方 看上去又摆在路边吃的 但今天实在太热了 都不知为什么 早餐档 是高明奶粉手工制作 这里就吃炒牛河 炒饭 中间还有一个炉 对面有一档 看来这个应该挺旺的 它生意好也要拿到对面 大家再看看上边这里 全部都是瓦片屋 又有石磨腸粉 又有快餐店 平寄美食 这里像广州的 当楼 当铺那些感觉 然后那个窗 门 还要开了 没有骑楼 一步之后可以跳进去 这些落斗够快 这里还比 华兴电器服务部 上面有手舍 还有这里有一个 很暗的冷箱 进去 不知道会见到什么 还有这个也是烫木楼屋的 走到来路尾 这里基本上 这些古旧的建筑物 就走过去 咖啡店 老婆发现了 对 它外面是有做外墙的 但是除了它之后 应该都是一个很古旧的建筑物 我们走到这里 准备过对面马路 又发现这个城墙 是的 它有抵抗外敌 抵抗到这里 再打 就打到去省城 但是这些资料 基本上我只记得这么多 终于我们过来马路这边 这边是一个小食一条街 据书 根据我手头上的资料 我们过来这边 是打算吃一个糖水 叫肥衣鱼蛋 我不记得了肥衣鱼蛋 有没有做糖水 总之这边有糖水吃 小食一条街 在我左手边 这边回出去 其实就是城墙所在地 所以兆庆如果想发展旅游业 除了星湖、鼎湖那些 孤子园 省内也很熟悉 但是肯定是要有食 那些旅游业才做得好 比如信德 或者广州 甚至乎东莞 他们可能想在这条街上 开始做起它 至于来到这里 就是一些老城区的感觉 前面这里 好像是一个小学 如果我没记错 要吃东西的 就是在前面 有很多地铺 卖一些衣服 卖一些童装 可能就是从小学周边开始 原生出来的一些美食 不知道 我们要吃的糖水铺 应该在前面 但是看上去不像有 始终对韶庆不是太熟 这里叫中庸路 我们还在这里发现到 政府性资产商铺净租 然后八千元 这个有多大呢 都不大不小 就是这里了 肥鱼蛋 几个字写着 在哪里 很多人 真的 这里可以 起码有人排队 对吧 对吧 还看到糖水几个字 行了 就是这里 给了钱 就这样拿一份鱼蛋 正 我们先给钱吧 还有糖水 它是这种 这种 又有豆腐花 又有西瓜冰 西米炉 又有鱼蛋牛肉丸 每款十元 问问美女可不可以云答 就是这样 而这个辣 那边的不辣 我们都是要鱼蛋牛丸 就是中间那一盘 好 有辣有不辣 辣就不好了 我们要不辣 又有鱼腹 我们只要 这个十元 这个两构可不可以 十元 就是这样 可不可以少两粒 两粒 不能这样 看一看 十元 不值得吃 十元 糖水要 什么 绿豆沙 凉粉 西米柳 很多选择 红豆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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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豆沙 红豆沙 我不要黑糯米 我不要黑糯米 好 我们的食物到了 哇 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鱼蛋 这是鱼蛋 鱼蛋混牛丸 这个鱼蛋 只可以这样 你哄一下 可以加些辣的那款 另外 这个 就是绿豆沙 老婆的 就是黑糯米 是吧 这两个 加上十元 这个 十元 我就先试一下 牛丸 咖喱汁 鱼蛋 鱼蛋 很好吃 如果 我在这里说 和 港州便利店 那些 根本就侮辱 这些 鱼蛋 否则 也不会 那么多人 差不多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在这条行李里 外面是 吃了排队 是 我有碗 绿豆沙 想不到 它虽然不在广州 但可以秉承到 广州 糖水和蒸水是不甜的 这不是反话 真的很清甜的感觉 不会有那种 人工糖精的味道 因为是这样的 卖糖水和衣 肯定是 肥衣和衣 放车子 你买了肥衣 可以卖糖水 都是车子档 包括肥衣 我查过资料 在香港以前 都是车子档 甚至乎是走鬼 在这些行李里 做到手都不停 还有车子面 又有汽水 生意 这个地方 它的美食 一定要从小吃开始 好吃 咖喱汁很好吃 咖喱汁开得好 大家看看有这些 螢光就知道 遲些少 又或者 刚刚进来餐厅的时候 看到地下 都是有些咖喱汁 那些人一路走路一路滴 很过瘾 相比起 牛丸 鱼丸 就好像没有那么得我欢心 牛丸 也很好吃 这个咖喱汁好吃 非常好吃 总之不要鱼蛋 只不过来吃糖水 也挺大碗 5元 我们吃完这个糖水之后 就上去城墙 在哪里 在过马路 在那里过马路 刚刚好 就可以在那里上得到 这里 这里上得到 不过这样 这个城墙 5点半关门 现在5点钟 我们简简单单 看一看就是了 如果大家以后回到少兴玩 看古城墙 在这个正门这里下来 走过对面马路 中庸路 就可以吃到 先和我们欣赏过的小食 是挺好吃的 真的好吃 糖水又很正宗 至于你说 价钱 是否最经济实惠那种 人家要赚钱才能做得到 这么久 终于等到现在 差不多天黑 现在5点钟 现在5点9 早就天黑了 就来到这个古城墙 到夜晚 虽然不让上去 但是开车经过 因为它有那些射灯射上去 是很漂亮的 比如好像面前这些 是真实的 翻身 翻身不出来 但至于你说 保留到多少 最起码还能保留到 老婆在数年 一一一三年 正面对到现在 九百多年的历史 在文革期间 曾经拆除城门 后来 重新翻身 这些城门 也有很历史 有很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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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城门 我们先由开车经过 公园牌坊 不知再历史 我现在上了来城墙 它是很阔的 而且也很长的 如果大家想看 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披云楼的位置上来 我们真的不过去 因为很历史 它已经关门了 周一是闭馆的 什么? 当然不是 它是这么厚的 哦 老婆说这么短 这里不短 我试过走过一次 走到傻子 走到尽头 一头一尾 走过 这里有个博物馆 博物馆建好了 对 上次我看来 还未建好 旁边有很多古旧的屋 这些 现在还能保留 披云楼 是很值得去的 不过人家已经关门了 关门 显客的门口 是啊 在那里 我们又来到披云楼 它是仿制武汉的黄鹤楼 所以在背景看上去 如果你说要骗个武汉人 也不是说骗不到 因为现在刚好到傍晚时段 很多同学在这里 可能进修 学习 应该是拍一些宣传片 但是如果大家来到这里 刚好在这个时间 看日落也是不错的 它开放时间 我不是说披云楼 我是说这一段 城墙 夜晚都是开放的 到九点 至于披云楼这里 它开放时间 要走博物馆的制度 星期一是闭馆的 旁晚五点钟 就闭馆的了 这一段时间 我们终于在城墙 下来骑柳街 我们终于在城墙 我们去取车 这个减肥大计 又卖进了一大步 在上面 是暴晒 所以各位观众 如果回到这里 秋梁时分是最好 今天 因为冷空气来临之前 那种热 是很拿命的 我觉得今年之中 今天这几天 算是最闷热的了 过几天会好些 又或者过多一两个月 大家如果想回到兆庆游玩 都可以 还有 仙头我们酒店附近 就有一个永东巴士 几方便 那我们拿回车 现在去吃晚饭 最初我的计划是 跟老婆过去吃那些 河鲜的大腰 但要开车 开到高腰 想想不如算了 我们去喝茶 好吗 中华茶楼 喝完茶 大家去超市 拿车 一会儿 吃饭 尖吃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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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